欢迎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 我们再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26号向澳大利亚总督赫尔利致电 祝贺澳大利亚国庆 习近平指出 过去一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中澳关系改善向好 一个健康稳定建设性的中澳关系 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符合地区国家的共同期待 也顺应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历史大势 习近平强调 他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 十年前 他曾访问美丽的澳大利亚 两国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双方应当秉持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 求同存异 互利共赢的原则 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不断向前发展 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外交部长王毅26号 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 在曼谷举行闭门会晤 当天的会晤持续了约三个小时 会后双方在举办会议的酒店 共进晚餐 针对王毅与沙利文 举行新一轮会晤的消息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 王毅同沙利文之间保持战略沟通 是中美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 据记者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双方在27号还将继续会晤 泰国当地时间下午4点08分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外交部长王毅一行乘车抵达 曼谷市中心的 鲜罗阿南塔拉酒店 随后进入设在酒店一楼的会议室 当天的会晤为全城闭门 仅允许中美双方各派一名摄影记者 拍摄图片 泰国外交部发言人 在当天中午的例行发布会上 针对这次会晤表示 泰方乐见中美两个大国选择在泰国举行会晤 We are pleased to see that Thailand is the venue that the two sides choose to resume meetings after the last meeting between the leaders of the two sides I think in November last year The meeting was actually arranged bilaterally between the two sides So we did not have any role in organizing for the meeting or anything But we are pleased that Thailand is the venue for such meeting And we are confident that the dialogues between the two sides will contribute to peace and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当天的会议大约在当地时间晚上7点05分结束 期间记者一直在会议举办地点等待 但始终未能获得采访机会 也未获得任何具体的会晤议题信息 据悉27号双方仍将继续闭门会晤 对于这一次王毅与沙利文的会晤 白宫26号表示 此次会晤是延续中美两国元首 去年11月在加州会晤的承诺 双方将保持战略沟通 并负责任的管理竞争 白宫26号表示 沙利文当天在泰国曼谷 与泰国总理 副总理等高级官员会晤 重申美泰同盟关系的重要性 白宫又透露 沙利文与王毅会晤 双方将延续中美元首在九金山的会晤 继续推进改善双边关系的努力 中国外交部26号透露 在新一轮会晤中 王毅将就中美关系台湾问题等表明中方立场 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 同美方交换意见 而本周白宫曾多次表示 希望中国发挥对伊朗的影响力 双方都试图在5月台湾领导人过渡 以及2024年美国大选前稳定双边关系 今年来 王毅和沙利文多次在第三国 包括意大利和马尔他低调会面 布鲁金斯学会中国问题专家哈斯表示 低调会晤可以使中美双方放心讨论敏感问题 王毅和沙利文共同投入了大量时间 并了解彼此的限制和优先事项 这使他们每次会晤都能够加深讨论 而不是重复昙花要点 凤凰卫视 王冰如 王天意 华盛顿报道 回顾2023年 王毅与沙利文举行过三次会晤 期间王毅多次就台湾问题 阐述中方严正立场 双方同意继续保持战略沟通 2023年5月10号到11号 王毅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 同沙利文举行会晤 中国外交部表示 双方就推动中美关系排除障碍 直跌起稳 进行了坦诚深入实质性建设性的讨论 王毅还就台湾问题 全面阐述了中方严正立场 双方同意继续用好这一战略性沟通渠道 王毅指出 中美正确相处之道是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不能简单以竞争来定义整个中美关系 美媒报道称 此次中美会谈 是自气球事件以来 两国之间的最高级别接触 反映出中美之间的试探性和解 四个月后 王毅和沙利文在马尔塔碰面 双方举行多轮会晤 王毅强调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美方必须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落实不支持台独的承诺 有美国东亚政策专家评论称 王毅与沙利文会谈 有助于中美重建沟通渠道 十个一个多月 2023年10月底 王毅应邀访美 期间与沙利文再举行会晤 王毅指出 台海和平稳定 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台独 中美关系面临的最大挑战 也是台独 必须坚决加以反对 并体现在具体政策和行动上 王毅还阐述中方在南海问题上的严正立场 沙利文对南海局势表示担忧 并称双方对话是坦诚建设性和实质性的 外界称 此次会晤是为中美元首 2023年11月的旧金山会晤普路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泰国外交部在26号举行例行发布会 会上发言人就王毅访问泰国的情况做简报 据悉王毅将在28号与泰国副总理兼 外交部长班比共同签署 持普通护照和普通公务护照公民 互免签证协议 随后从3月1号开始 两国将永久互免对方公民签证 访泰期间 王毅也将进行其他会晤 泰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发布会上透露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外交部长王毅 于26号至29号期间 应邀对泰国进行正式访问 发言人表示 是访问期间 泰中两国将在28号正式签署 持普通护照公民 和持普通公务护照公民 互免签证协议 发言人表示 是此举将对泰中两国人民的交往 带来积极影响 在本次访泰行程中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外交部长王毅 还将礼节信拜会泰国总理赛塔 并在签约前 与泰国副总理 建外交部长班比举行首次会晤 凤号卫视 关系国际地区形势等问题 广泛深入交还意见 双方在会谈中 高度评价近年来 中朝关系发展成果 再次确认 维护好 巩固好 发展好中朝关系 是两党和两国政府 坚定不移的立场 双方一致同意 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 指引的方向 以中朝建交75周年 及中朝友好年为契机 加强各层级战略沟通 深化传统友好和务实合作 密切多边协调配合 推动中朝关系 持续向前发展 双方并商定了 中朝友好年主要活动安排 所谓东当天 也拜会了朝鲜劳动党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外务相崔善基 针对台湾官员近日声称 中国大陆处心积虑 谋夺台湾的所谓邦交国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汪文斌回应时强调指出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是人心所向 大势所趋 敦促台湾所谓邦交国 顺应时代潮流 早日回到坚持一中原则的 国际大家庭 中国和脑鲁复交 再次向世界昭示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是人心所向 大势所趋 国际社会坚持一个 中国原则的大家庭 还将不断壮大 这一点 不会因为台独 机器背后势力的意志 为转移 也不会因为民进党当局 说三道四 而能改变 我们敦促 极少数 仍与台湾保持 所谓邦交的国家 顺应时代潮流 尽早回到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 国际大家庭中来 再来关注 红海局势持续紧张 野门湖赛武装 在26号 聚报在亚丁湾 先后向一艘美军驱逐舰 和一艘英国运游轮 发动了导弹袭击 其中运游轮的船身 重担起火 英国海事安全公司 证实这一起袭击 发生在亚丁湾 东南部海域 运游轮上船员都安全 此外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 胡赛武装当天 向位于亚丁湾的 卡尼号驱逐舰 发射了一枚反舰弹道导弹 但随即被击落 卡尼号没有人员伤亡 或损毁报告 据报 这是自去年10月以来 胡赛武装首次 直接针对美军舰艇 发动袭击 位于荷兰海牙的 联合国国际法院 26号就南非指控 以色列在加沙 实施种族灭绝案 发布具有约束力的 临时措施 要求以色列遵守联合国 防止及惩治 灭绝种族罪公约 立即采取行动 防止在加沙地带 发生针对巴勒斯坦人的 种族灭绝行为 但法院没有下令 以军结束在加沙的 军事行动 在判决中 联合国国际法院首席 法官多诺霍表示 国际法院对此案 具有管辖权 南非有资格向以色列 提出种族灭绝指控 且指控存在足够的 争议证据 南非寻求的部分权利 是合理的 因此国际法院 将不会驳回此案 法院还决定 采取紧急措施 要求以色列 立即采取行动 例如管控和惩罚 其部队实施 或煽动种族灭绝的行为 容许更多人道主义援助 进入加沙等 以杜绝任何可能导致 加沙巴人 遭受种族灭绝的情况出现 以色列还必须在一个月内 就采取什么措施 履行国际法庭裁决 提交报告 而除了要求以色列采取更多措施 保护加沙巴人 法院并未命令以色列 结束在加沙的军事行动 裁决出路后 南非政府 巴勒斯坦外交部 哈马斯 以及以色列方面 都在第一时间做出了回应 听取法院裁决后 南非总统拉玛弗萨 激动地站起庆祝 南非外交部对裁决表示欢迎 并称这是国际法治的决定性胜利 巴勒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 欢迎国际法院的裁决 称其为一个重要的提醒 即任何国家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并同时呼吁 包括以色列在内的所有国家 确保国际法院裁决得到落实 哈马斯高级官员组合里表示 国际法院的裁决是一个重要进展 有助于揭露以色列在加沙的罪行 他还表示 希望国际社会能够采取强制措施 确保以色列执行法庭命令 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否认了种族灭绝指控 并表示除非以色列取得绝对胜利 所有以色列人只得到释放 加沙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 否则以色列不会停止加沙战争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长约翰逊在26号表示 如果有关边境条款的报道属实 参议院共和民主两党达成的边境协议 将会在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被否决 约翰逊26日给同事的一封信中表示 参议院似乎无法达成任何协议 只是就补充预算和边境问题 提供一个简短的最新消息 如果有关条款的报道属实 涉及边境以及对乌克兰和其他国家 提供援助的参议院法案 将在抵达众议院旧夭折 约翰逊表示 如果总统拜登希望民众相信他 在认真保护美国主权 他需要立即采取行动 来证明他的诚意 他应该立即签署一项命令 停止在美国大规模释放 非法移民和危险人员 前总统特朗普25日表示 现在的边境协议将是送给 激进左翼民主党的一份礼物 他们在政治上需要它 但并不关心美国的边境 就边境安全而言 参议院目前正在进行的工作 毫无意义 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 25日表示 援助资金至关重要 而正在形成的边境协议 是共和党在边境问题上 取得突破的主要机会 麦康奈尔在过去几个月 一直主张 在乌克兰与俄罗斯斗争之际 共和党必须向乌克兰提供援助 这和议长约翰逊产生了分歧 但参议院目前还没有公布 任何有关的条款和法案 据消息人士称 泄露的计划并不准确 参议院预计最早 将于下周公布具体条款 约翰逊表示 中文院国土安全委员会 将在下周委员会中 推进对马维卡斯的弹劾条款 此后将尽快进行 众议院全体投票 凤凰卫视张备远 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 副主席梅德维杰夫 26号在社交网站上发文 嘲讽美国 只顾在世界制造混乱 却对国内非法移民问题 所引发的内部分裂 无能为力 美德维杰夫表示 美国联邦政府与德州 因为非法移民问题 而引发的危机 再次显示 美国霸权日益衰弱 美国对乌克兰大力支持 却无法应对这场国内危机 美国可能正面临一个 无法解决的宪法危机 并且长期陷入新的 可能更具破坏性的内战 西方世界对此 也感到紧张和恐惧 美德维杰夫强调侃美国 世界其他地方 正在咀嚼着爆米花 带着恶意 观看美国这场混乱 而近日 德州政府不顾最高法院的命令 调派国民警卫队 堵截边境大量涌入的非法移民 此举虽然受到 拜登政府的强烈反对 但是却得到了 25个州州长的声援 前总统特朗普 更是呼吁其他州 也派兵支援德州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 俄罗斯总统普京 26号首次公开评论 1276运输机坠毁事件 他表示俄军机 是遭到乌克兰防空系统击落 导弹是美国或法国制造 而乌克兰情报总局 知道机上 在有65名乌克兰战俘 不知道乌军是蓄意所为 还是工作疏忽犯错 普京承诺 俄方将会最大限度的 公开调查情况 俄罗斯总统普京 于26号访问了 圣比德堡国立海事技术大学 并在那里会见了 参加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的学生 在谈及前几天被击落的 载有乌克兰战俘的 1276运输机时 普京表示 乌克兰情报总局 知道机上载有65名乌克兰战俘 但是他们仍然袭击了这架飞机 因为有两次导弹发射记录 来自乌克兰控制的领土 而从现场查获的武器表明 这是一枚来自美国 欧洲或者是法国的防空导弹 普京还表示 不排除乌克兰可能由于工作疏忽 而击落了1276 但是 无论如何 乌克兰的行为都是犯罪 并已经要求调查委员会 最大限度的公开调查情况 普京认为 当前基辅的整个政权 是以犯罪为基础 包括针对本国公民的罪行 他还表示 想用脏话评论乌克兰的一些决定 特别是基辅当局 将俄罗斯人 视为非民意国家的决定 此外 普京将调整整个国家机制 让经过战斗考验的战事 成为平民生活中的需求者 也应该成为国家的基础 凤凰卫视 尹利 莫斯科报道 关于俄乌战火 是否会在2024年 蔓延至北约国家 有乌克兰学者认为 不排除俄罗斯会率先攻击 波罗的海的北约国家 而乌克兰境内的战事 目前还看不到结束的时间表 俄罗斯近日 对乌克兰几个大城市的连番轰炸 只会让乌克兰民众 更加团结 更加反俄 乌克兰战争的走向 将会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今年美国大选的结果 乌克兰学者格鲁舍茨基认为 不排除2024年 俄罗斯会率先攻击 曾经是前苏联成员的 波罗的海北约国家 你有看到有可能性 在2024年中的战争 和美国和美国的战争 有可能性的战争 我们不信 美国的战争 会在第一个地方 在任何情况 会是美国的战争 对美国的战争 可能在第一个地方 因为美国的战争 是最最近的战争 第二 格鲁舍茨基表示 近日来 俄罗斯对哈尔科夫等大城市 进行伤害更大的轮番轰炸 只会让乌克兰民众更加团结 更加反俄 更不想停火 他认为俄罗斯 已经几乎完全失掉了乌克兰民心 All these shillings on big cities they have an opposite effect lots of people believe that the more shillings we have the more people want to like to ceasefire and to establish at least any peace for Ukraine but actually people in Ukraine in Kyiv in the city of Karkov are becoming even more angry towards Russia they are more united they are more angry and saying that we cannot surrender to Russia establish a peace deal because Russia will kill us later 格鲁舍茨基表示 当前的乌克兰人 已经不再像一年前那样 会乐观地以为 战争会很快结束 他认为乌克兰战争 何时结束 取决于美国和欧洲的态度 而2024年美国大选的结果 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 乌克兰战局未来的走向 如果特朗普回到美国大选择 如果特朗普回到美国大选择 会影响到美国大选择 多数人认为他像一个 Russian figure 和他会认为 或许战与特朗普兰 似乎可能会变得更加强烈 因为这些选择 而特朗普可能会变得更加强烈 因为特朗普的计划 会变得更加强烈 因为他会变得更加强烈 凤凰卫视陈盈 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土耳其在日前发布官方公告 宣布正式批准瑞典加入北约 现在如果最后一个 北约成员国匈牙利同意 瑞典将会成功入约 土耳其专家表示 瑞典改变针对土耳其反恐的法案 满足了土方的要求 本周土耳其议会346名议员投票决定 瑞典加入北约议定书 议定书以287同意票成功通过 正式宣布土方同意瑞典加入北约 土耳其专员表示 瑞典加入北约有利于增加北约的力量 对土耳其也有利 İsveç'in NATO üyeliği meselesi sadece NATO ile veya o ülkenin NATO içerisinde varoluşu ile ilgili olmanın çok ötesinde bir mesele çünkü şu anda dünyada bir bloklaşma süreci yaşanıyor ülkeler kendi tarafına 21. yüzyılda belirleyici olacak konularda öne çıkan ülkeleri yanına çekmeye çalışıyorlar Türkiye'nin bu sürece olur vermesinin altında sadece Türk dış politikası değil ama daha küresel ölçekte ki farklı stratejik daha uzun muadeli çıkarlar olduğunu bilmek gerekiyor 在瑞典加入北约进程当中 土耳其曾多次以瑞典支持 被土方认为是恐怖组织的库尔德共人党为由 反对其加入北约 至此瑞典也曾多次承诺土方 将支持土方反恐政策 并修改了相关法案 专员表示瑞典改变了有关反恐的法案 满足了土方的要求 İsveç'in özellikle terörizmle mücadeleyle ilgili yasalarında bir güncelleme yaptılar bu çok önemli bir meseledi çünkü İsveç'in aslında kendi içerisinde de ciddi sıkıntı yaratan bir meseleydi bu sürecin temizlenmesi o kadar kolay olmayacaktır ama Türkiye olumlu pek çok işaret almış olmalı ki o aşamaların sonucunda eğer Türkiye Büyük Millet Meclisinde o o ilama da daha öncesinde bir açıklama da olmuştur o ifadelerde kullanılmıştır bu kadar büyük çoğunluk elde edildi ise onunla ilgili de çok gidi bir kazanım elde etmiş olmalı Türkiye Cumhuriyeti 美国曾多次把瑞典加入北约和出售F16战机 给土耳其的问题挂钩 土耳其中的阿尔端表示 土方已经允许瑞典加入北约 希望美国能够尽快通过出售F16战机的提案 加强土耳其的军事力量 方卫视面扎提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报道 下集关注两岸消息 我们稍后见 欢迎回来 再来关注到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 在日前发布通知 决定自即日起至3月底 在全国组织开展消防安全 集中除换攻坚大整治行动 整治范围包括九小场所 多业态混合生产经营场所 和人员密集场所 重点整治违法违规施工作业和生产经营 安全疏散条件不足 违规设置防盗网和广告牌等 另外再来看到内地的春运 在27号进入到第二天 而在26号春运首日 估计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量 超过1.82亿人次 26号是内地春运第一天 当日内地铁路旅客 1060万人次 公路1亿6971万人次 水路和民航客运量 分别为52万和200万人次 公路客流量预计占 总人流量九成有多 其中自驾出行量预估 1亿4265万人次 公路营业性客运量 2706万人次 公安交管部门实时监测 道路安全 表示一旦发生恶劣天气和突发状况 就可以指导相关地区开展 统一指挥调度 部分地区安排交警在高速公路的 出入口维护秩序 重点检查前后排是否有带安全带 自1月12号春运售票启动以来 铁路累计售票2.3亿张 其中春运车票9182.8万张 较去年同期增长131% 铁路单日最高售票量为 2090.1万张 为应对超大客流量提高 购票成功率 12306铁路部门沿用去年推出的 购票后补功能 此外铁路部门在120个主要车站 设立中转换乘便捷通道 今年继续有不少台湾民众通过 小三通航线回台探亲过节 春运期间下京航线预计每天有 16班船出入厦门五通码头 春运40天预计运送旅客10万余人 相比于去年同期增长22倍 厦门高企边检站表示 将安排通晓闽南语的执勤人士 高峰时期开放所有快速通道 同时安排更多人工查验通道 目的是提升通关效率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26号到北京部分城市交通枢纽 视察春运工作 他指出今年春运客流量 可能创历史新高 要前方百计满足客运需求 做好安全隐患排查 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法建交60周年夹子晚宴 25号晚在位于巴黎的 埃菲尔铁塔举办 来自中法社会各界 百名嘉宾齐聚一堂 回顾掌望两国关系 共庆彼此间的夹子友谊 本次活动由法国吴建民 只有协会发起 并与中法60周年纪念 名人委员会联合主办 活动邀请了来自中法两国 政治 经济 文化 艺术 教育 科技 及华侨青年代表等 一百位友人出席 主办方希望能够通过活动的举办 感谢他们为中法友好 做出的重大贡献 同时也希望能够相互携手 继续为新的一个甲子 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 画出更美好的蓝图 我有幸参与了中法建交 40周年的组织工作 我也有幸参与了 中法50周年的准备工作 所以我很高兴 经过我们的努力 我们中法的这个百人 夹子晚宴 今天就要揭晓了 特别在这个大变局的时代 假如能够把中法人 国人民团结在一起 我们就能经受考验 告别一个旧的夹子 迎接一个新的夹子 包括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耶 法国前总理拉法兰 法中友好协会主席阿洛泽 以及中国著名音乐家 刘欢等嘉宾 分别在活动仪式上致辞 从不同角度 回顾了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 难忘的点滴瞬间 并希望能在新的夹子 为续写两国友好合作 贡献力量 我感谢这个60专专专专专业 我觉得今天他说这个甲子 60年我今天正好60岁 希望以后两个国家的民间的朋友们 多有些来往 法国人也尽量多去中国去了解我们的文化 我也希望以后有机会多来了解法国更多的东西 本次活动的举办不仅向中法两国社会 释放了在新一个甲子 双方希望加强合作的强烈信号 同时也为促进两国民心相通 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凤凰卫视金梁末野巴黎报道 2024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 有专家分析认为中法两国的经济交往 在60年间经历了不同阶段的显著发展 和交往模式的不断转型经历考验 逐渐建立起互利共赢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未来中法经济合作将继续稳定发展 我们来看中法建交60年系列报道 中法两国在2024年迎来建交60周年 比利时经济及传媒领域专家德尚 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 自1964年 戴高勒将军倡议同新中国 正式建交以来 两国经济互动经历了显著的发展阶段 60年来 中法关系经历考验 逐渐建立起互利共赢的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对于1964年代建交公司 香港的美丽的能力 也有很多什麼 對中國的美丽研究競爭 但是現在與美國的ультуры 而對中國的疫情 而尊於中國的影響 說明後,在香港中的一名 我們有訪生產生股 appeared 對我們亞洲那裡 也也有科技商坦的 中國也在銀行 而這是六個大陸的交易 在各方面的業績 例如 德尚指出,中法关系对两国的经济发展和增长产生了深远影响,双方关系正在经历转型。 如今,中国制造正逐渐向中国创造转变,这一转变在法国和欧洲企业的市场沟通策略中尤为明显。 这一种 image,这一种里面影响,这些年龄的距离开,和是非正常远,正在远。 其实是现在的质量,这一种产业竖是增长的游创。 我们开始的成立创作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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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客。 这一种词的词乱关系,不仅仅在对我们的经济中的经济,我看到了每个人的经济中,我们的经济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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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经济。 我们的经济中是帝离开的经济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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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 那些美国的商业 是转到国际 而今天是他们 想谈谈到美国和美国的商业 去购买他们的产品 对于中法经济合作的未来前景 他认为 在经历新冠疫情后 中法经济关系将继续稳定发展 传统领域如农业食品 航空业将继续作为双方合作的重点 同时经历新冠疫情后 正全面复苏的旅游业 也被视为重点领域 法国旅游业对中国政府 为法国公民提供15天 免签证访问的举措表示欢迎 认为这将进一步促进 两国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有很好的信息 像中国的经济和中国的经济 在美国后的经济 而在区域中的经济 当然有些经济的经济 像核养的经济 也在美国旅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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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并不是美国旅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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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建议给所有美国旅游业 少许业 去看这些机会 去看中国 因为一天已经不错 在过去的60年里 中法经济关系经历了 从初步建立到深入合作的历程 对两国的发展 产生了深刻影响 这段历史不仅见证了 两国间经济互动的增强 也反映了全球经济格局的变迁 随着双方在多个领域的持续合作 中法关系展现出了 强劲的发展潜力 和广阔的未来前景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中法经济伙伴关系的进一步深化 将为两国乃至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增长 做出重要贡献 方问是李莫莫也 法国巴黎报导 下一节回来关注财经消息 稍后见 欢迎回来 美国股市在周五涨跌不一 道指小幅收高 标普白指数和纳指都结束了六年涨 美国十二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 PCE低于百分之三 是市场降低对美联储三月降息的压注 而本周 标普白指数累计上涨百分之1.06 道指上涨了百分之0.65 纳指上涨百分之0.9 三大股指都是连续第三周路的涨幅 详细我们来看 驻纽约记者发回的报道 我们来看星期五华尔街股票市场走势状况 美股三大指数早是开盘的时候 是小幅下跌开出之后 涨跌互现的格局为主要的趋势 收盘时也是好坏参板左手 投资人在星期五关注的主要的经济数据 是消费支出物价指数同比增幅出现弱势 虽然而是就认为联邦主委局 现在控制通胀似乎出现成效 尽管如此 还是认为在五月份可能会开始第一次降息 这个消息应该对市场有一定的正面的提债 但是公司盈利的消息 因为是好坏参板 所以对市场还是造成了一定的拖累 科技类股今天是标准普通500指当中 走势比较弱势的下跌幅度1.05% 而能源价格呈现上升 推升能源类股成为标普 511大行业股当中生活最好的 芯片类股当中是英特尔公司盈利前景弱势 所以对该公司造成相当大的一个抛手 压力股价重挫超过11% 成为道指当中跌幅最大的一个个股 而道指中升幅最好的要算是 美国运通公司上升7.10% 主要是引力超好 科技类股当中 本周表现最亮丽的要算是 奈飞升幅超过18% 而特斯拉公司在星期四遭到投资 重挫跌幅超过12% 而之后星期五只跌回稳 其他的科技类股当中 苹果 英伟达和微软公司 周五略微小幅弱势 但是脸书 亚马逊和谷歌 还是持续走高的态势 说完这10年长期的收入率 还是保持在4.1% 同时油价回升0.84% 是78块01一统作收 清价继续是小幅盘整下降 0.02% 2001-7.3美元一盎司作收 以上是星期五 情况方位是旁哲 纽约报道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被控诽谤女作家卡罗尔的案件 纽约联邦法院的陪审团 在26号裁定特朗普 需要赔偿对方8330万美元 特朗普形容判决极度荒谬 又说美国的司法制度已经失控 沦为政治工具 他将会提出上诉 欺男两女的陪审团 经过不足三小时的商议达成裁决 入禀控告特朗普的卡罗尔 原本只要求赔偿最少1000万美元 但是获陪审团裁定 可以获得8000多万美元 其中1830万元为诽谤造成的伤害赔偿 另外6500万元为惩罚性赔偿 而现年80岁的卡罗尔 2019年入禀控告特朗普 指特朗普不但否认在1990年代中期 曾经强奸他 还称不认识他 说他提起诉讼 只想促销他的回忆录 卡罗尔在庭上指特朗普这番话 粉碎了他作为据声望记者的名誉 而对于这次裁决 他认为恰当 以免特朗普再次否认其所为 英王查尔斯三世26号案计划 前往伦敦当地医院 接受前列腺疾病治疗 暂停公务 推迟外访行程 路透社引述王室消息称 查尔斯三世手术之后情况良好 而英国王室这一次主动公开病情 也是希望民众能够积极关注自身健康 英国王室表示 75岁的查尔斯三世需要接受手术治疗 并说前列腺疾病 在50岁以上的男性中很常见 王后卡米拉也表示 丈夫的状态很好 期待重返工作 不过英国王室没有透露 查尔斯三世将在医院住院多久 但她即将参加的公共活动都被推迟 英国王室通常不会透露 自己所患疾病的细节 并将医疗问题视为私人事物 但查尔斯三世这次对外公开了病情细节 据称是想鼓励出现相关症状的男性 进行医疗检查 她的儿媳王妃凯特 目前因为接受腹部手术 入院至少到一月底 王主威廉除了负责照料三个孩子之外 也会经常到医院看望妻子 威廉王子夫妇原本近期内 有两次海外访问行程 其中包括到访罗马 但目前所有外访行程都被推迟 中号卫视曹杰 吴若铭 伦敦报道 另外据英国媒体报道 英国脱欧之后 伦敦交通局通过非法获取 欧盟公民的姓名和地址 向在伦敦超低排放区驾驶的 欧盟居民开出高达数千欧元的罚款 来自欧盟的五个国家 因此指控伦敦交通局 涉嫌重大数据泄露 自2021年以来 伦敦交通局被指非法获得 司机姓名和地址等个人信息 并对在伦敦超低排放区驾驶的欧盟居民 已开出超过32万张罚单 其中部分罚款总额达数千欧元 有人称这是欧盟历史上 最大的数据泄露事件之一 自脱欧以来 英国已被禁止自动获取 欧盟居民的个人信息 比利时 西班牙 德国 荷兰和法国 五个欧盟国家当局确认 为了执行伦敦超低排放区的规定 驾驶员数据不得与英国共享 但伦敦交通局的承包商公司 非法获取了详细信息 这引发了人们对违反 隐私和数据保护规则的担忧 活动人士指责 伦敦交通局的承包商公司 规避了数据保护规则 对此 伦敦交通局解释称 尽管没有与欧盟国家签订 个人数据共享协议 当地法律允许与英国共享 车主信息以执行交通法规 但欧盟国家认为 国家法律只允许刑事犯罪的数据访问 而非民事犯罪 这引发了伦敦作为英国首都的生育风险 伦敦交通局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 坚称遵守数据保护立法 而欧盟国家则持续质疑 伦敦交通局访问执法数据的合法性 以及与承包商公司签订合同的合法性 这家承包商同伦敦交通局 合作产生的年收入在500到1000万英镑之间 目前尚不明确合同到期后 是否还会续签 风华卫视陈瑶张静文伦敦报道 印度26号在新德里举行共和国日阅兵式 法国总统马克龙受邀出席 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多年来印法两国合作 在各个领域都取得进步 为了庆祝象征着印度从殖民体制 转向自治民主共和国的转变 75周年 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了印度共和国日阅兵式 今年的共和国日庆祝活动 基于发达印度目标和巴拉特民主之母的双重主题 以鼓励印度各地社会各个领域的人参与国庆活动 印度中央政府今年邀请约13000名特要贵宾 法国总统马克龙受邀作为阅兵仪式 逐兵出席 The partnership over the years has shown all around progres across all the domains któraには没有脑水 security nuclear energy 政 lotta increasing green areas such as clean energy slow economy biodiversi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gital domain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除了印度空海陆三军的军团 一支有两架法国阵防战斗机 一架法国运输机 和一支来自法国外籍军团的150人的特遣队 也参加了阅兵仪式 报道称 莫迪曾邀请美国总统拜登 出席今年的共和国日庆祝活动 但被美方因拜登不适宜外访 日程安排紧张的原因拒绝 人民党执政期间 受邀作为主兵出席国印度阅兵士的 还有埃及巴西和南非总统 凤凰卫视记者 上京军 印度新德里报道 最后来关注几则娱乐新闻 一起来看娱乐快递 张卫健将在2月12日到澳门举行演唱会 网上流传他彩排时疑似发生意外 当时张卫健正选调半空中边弹钢琴 钢琴顺时针旋转 突然整加钢琴疑似不堪重负下坠 张卫健被钢琴压住 场面非常惊人 一晚发生后 张卫健随即在社交平台发文报平安 更拍照表示自己没有大碍 又叫大家放心 彩排一切安全 传出乐团天后 林一连将于4月再弹红管 与四位歌手一同演出 参与香港管弦乐团50周年音乐会 另外Sandy2月11日年初二 将现身澳门演出 担任表演嘉宾 为付出打响头炮 虽然演出时间不到一小时 属于VIP专场 门票不会公开发售 不过不少粉丝知道消息之后 已经开始抢票 即将返回新西兰继续学业的姚卓飞 粉丝为她举行电车派对 出发前在电车前合影留念 而最近出现寒冷天气 不知道她怕不怕冷呢 我怕热多点 怕冻就看心情 还有看那天的状态 如果那天的状态 心灵上是很强壮的话 我就不排一切 电影《原生醉》的女主角陈子萱 感恩这次可以以新任的身份 与许多重量级演员同场演戏 有一幕是曾光叔和宝姐在公园里有一段对话 然后其实那一幕就未到我住的 但是就在那里听的时候 都会真的被曾光叔先生 曾光叔去感动到 未来会再想令到你想试一下什么角色 未来我想试一下 试一下打斗 动作 动作 凤凰卫视综合报导 好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 祝您一天好心情 感谢您的观看